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封城秀集 我是Yoshi 这几天Bitcoin的价钱大概还是在34,35,36这个区间徘徊 那如果从Stock to Flow这个S2F的这个图形表来看的话 Bitcoin现在走的一个趋势 比较像是当年2013年在走的一个趋势图 那大家知道Bitcoin每四年就会有减半的一个效应存在 那通常在减半效应的后一年 通常就是Bitcoin可以来到史上的另外一个新高的时机 那从过往的一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第一次减半后的新高就发生在2013年左右 那2013年的走势并不是像2017年一样直接的缓缓的上升 而是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大概在图上的这个位置 那跟这次中间的其中一个跌幅的情况看起来是非常的像 这也是为什么Plan B他认为这一次Bitcoin的一个走势图 感觉会比较像是2013年的一个走势 那如果以从2013年的走势来看的话 通常在设个下来点之后 应该在年底之前会有机会到达另外一个高点 那如果以上升的幅度来看的话 通常应该是会超过这个白色线的区间上面一点点 那如果以这个价钱来看的话 大概是应该在20万左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很多人预测说 这次最高的高峰呢 有可能来到28万左右 那当然这些预测的前提都是 Bitcoin要继续按照着这个S2F 来继续去进行它下一波的走势 那从一些技术分析的报告来看的话 目前Bitcoin的价钱会在35,000、36,000中间盘整 最主要是因为在50日线这边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在这个支撑的情况下 Bitcoin的价钱如果要下探的话 估计要下探的幅度也应该不会太大 不过也因为很多的分析师认为 目前的一个盘整呢 比较像是一个所谓的Bear Trap 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一个牛市之前的一个比较大的盘整 所以很多技术分析的分析师都认为说 在这波牛市要开始真正的往上冲之前 应该会还有一波更大的一个盘整 那根据大家按照这个50日线的分析来讲的话 最低的话大概就是触及到2万5到3万中间 它就应该会很迅速的反弹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一波的盘整 开始往上完成这一波最大的一个牛市的循环 当然这些分析都是从比较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如果是相信S2F 就是Stuck to Flow这个趋势图 或是相信技术分析的朋友的话 就可以拿这些数据来做一个参考哦 接着大家如果还记得上周 我有跟大家提到有关GameStop 他们即将发行他们的NFT的朋友的话 今天呢有一些新的讯息 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来他们这个NFT的网站上面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有把他们的 Ethereum的地址放在这个下面 那从这个Ethereum的地址上面 大家可以在Etherscan上面 找到这个他们注册的contract 那从他们注册的这个Ethereum的地址里面 大家可以从中间找到他们的合约 那在合约里面 大家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launch date 那这个launch date意思就是他们发行的日子 那以这个1626261600这个code 来去解析的话 就可以解析出来 这个日期其实就是美国时间的 今年7月14号 那所以由此可知 这个是目前GameStop 他们设定的一个NFT发行的一个日子 那这个日子为何重要呢 因为我估计这个跟GameStop 他们的股票应该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那大家如果还记得GameStop的股票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Wallstreetbets 这群透过网路上一起连结的投资者 造成华尔街两间卖空的公司 大量的一个损失 所以呢 这有没有可能就是GameStop 他们下一波的计划 发行这个NFT的时候 然后透过Wallstreetbets 这群网路上的投资者 再去造成下一波的The Short Squids 再创下华尔街史上的另一波高潮 所以如果有在投资股票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来研究一下 这两个事件是否有相关性哦 还有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 在他们这个NFT网站上面的右上角 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连点可以点击 那如果大家点击进去的话 就会来到一个游戏的界面 给大家一个小游戏 大家可以操控 用这个白键来去跳 然后如果大家有看到旁边有一个月亮 那个月亮好像就是 你玩了一阵子以后它就会出现 那刚刚看到那个月亮感觉像是一个上弦月还是下弦月 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刚刚月亮已经从那个上弦月下弦月 变成一个一半的月亮 那像刚刚我玩到一半 它已经从下弦月变到一个半圆的圆 那如果有厉害的朋友的话 如果能把这个月亮整个都玩出来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讯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让大家去玩玩看 然后有什么新的发现 到时候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Coinbase他们今天声明 他们即将跟Apple Pay跟Google Pay结合 发行一个他们自己专属的银行卡 那透过这个银行卡除了可以用实际的卡去直接付款之外 你还可以透过Apple Pay或是Google Pay的方式 然后拿去支付你在网路上所购买的消费 那使用他们这个银行卡付款的朋友的话 你最高可以获得大概4%的一个回馈 那其中有可能是1%的Bitcoin 或是4%的StellaCoin 那也因为这一张是一张银行卡而不是信用卡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也不会影响你的信用分数 那所以如果对Coinbase的银行卡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来研究一下哦 那再来今天Coinbase有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Coinbase将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 将狗狗币在他们的系统上上架 当然现在在很多不同的系统上面都已经可以买到狗狗币 但是因为Coinbase是美国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交易所 所以狗狗币在Coinbase一上架的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今天早上狗狗币又少涨了一波 不过如果之前找不到地方购买或是换取狗狗币的朋友的话 那你就可以考虑从Coinbase上面 在星期四的时候可以来买一点狗狗币哦 那接下来这个新闻是有关美国职棒大联盟 他们将跟Candy这个NFT的一个平台 来合作发行他们最新的NFT的球卡 那如果对美国职棒大联盟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来去这个candy.com注册 然后就可以得到他们最新发布的一些消息哦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project就是这个Origin Protocol 这个Origin Protocol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商店平台 那透过这个Origin Protocol的平台 你很简单的就可以设定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商店 那其实它的操作形式像Godaddy像Spotify这些是很类似的 但是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它是以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网络 来去操作这个平台 所以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商店的话 你可以控制很多以往常常是被网络公司平台所控制的一些东西 像是很多有关是网络安全商店品牌 或是你的网络地址注册的相关的一些讯息 在这个平台上面你都可以改变从以往的中心化的一个系统 而转成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系统 那这间BraveSwag他们就是在Origin Protocol上面发行的一个网络商店 那这个网络商店跟一般的网络商店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他们除了卖一些实体的一些产品之外 他们也卖了所谓的Digital NFT的产品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购买一些专属商店的NFT 那网络商店只是Origin Protocol他们目前的第一个产品项目 他们目前也在开发所谓的二手市场 或是所谓的市场上互相交换的一个平台 那个部分的话就会比较像是现场市场上 大家比较看到的像是OpenSea 这种所谓的P2P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 那如果从他们货币发行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他们总共将会发行一个Billion的ONG的Token 那目前呢大概已经有大概3亿多个ONG已经在市场上流通 那他们现在市值呢大概也是在330个Million左右 如果对这个Project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来Stake他们的ONG token 那目前Stake这个ONG token的年利率 如果你是锁定30天的话大概有7.5% 然后如果你是锁定90天的话大概有12.5% 那如果你可以锁定365天以上的话就可以来到25% 所以跟现在市场上Staking的百分比来相比较的话 这个ONG token所提供的这个APR的percent呢 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如果你是会有兴趣使用他们的平台的朋友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来Mint他们的OUSD 那这个OUSD不要是用在他们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货币 但是这个货币的年利率就只有一个选择 大概是现在的13.7% 所以呢就看你是否会需要使用这个平台 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做一个投资者的话 那可能还是来Stake这个ONG的Token会比较实际一点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呢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的话呢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拜拜